这个对数函数 这个单元 首先呢我们这个F函数 它是以这个正时数 为定义域 R正就是正时数 然后它对应到整个时数 那这个函数呢 它是所谓的logx 那以A为底 那当然这个底呢要大于0 然后这个底不要等于1 那么像这样子的函数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对数函数 好就是x的对数函数 那对数函数呢 它的这个图形 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x轴 y轴我们先画一下 好这个x轴 y轴 接下来呢这个对数函数 它的图形呢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哦 这个 好这个对数函数哦 它的图形呢 首先就是我们观察这个跟x轴的图形 它的这个焦点哦 这个是10哦 那这个是y等于logx哦 它的这个图形哦 好这是y等于logx的图形哦 那不过呢 这个A呢 它是大于1的哦 好A是大于1哦 也就是说呢 这个底呢 它是大于1的哦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下去做这个 做图当然要先找一些这个点哦 不过我们电脑做图的话呢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点描上去以后 再把这个图形拉出来哦 这可能会拉的不正哦 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哦 就是假如说哦 假如说这个A呢 它是2的话哦 如果这个A是2的话哦 那同学这个 等于是这个什么呢 y就是logx的吗 好这个y就是logx哦 以2为底的话哦 那你下去找坐标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先下去哦 把这个s呢 用1带下去哦 这个log1呢 一定是0哦 好 如果你x带1的话哦 这个log1一定是0哦 把鞋这边好了哦 log1一定是0哦 那接下来呢 一个很明显的呢 就是log2哦 以2为底哦 这个一定是1哦 这个一定是1哦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如果你这边是4的话哦 x是4哦 这个同学可以看出来呢 log4的话呢 就是2了哦 那再过来是多少呢 要8了哦 log8才 才是3了哦 这是以2为底嘛哦 好log8才是3哦 所以呢 这个x哦 后面呢 要增增加的许多哦 这个y值哦 才会慢慢的增加哦 才会慢慢增加 当然你也可以从这边看出来哦 如果s向无限大跑的话呢 这个y也是向无限大跑哦 只不过跑得很慢哦 只不过跑得很慢哦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左边哦 譬如说x如果是1分之1的话哦 那么这个y呢 它就是-1了哦 好2的-1次方是1分之1哦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这个 你把x设成1分之1的话哦 好这个1分之1的话呢 那么同学可以看到呢 2的-2次方是1分之1嘛哦 所以log1分之1就是-2了哦 因此呢 这个x哦 变成1分之1的时候哦 它就跑到-1去了哦 如果到1分之1的时候呢 它就跑到-2了哦 那1分之1跑到-3嘛哦 这左边我们就不写了哦 所以这个x呢 向0接近的时候哦 这个y值呢 它就向负无限大接近了哦 好它就向负无限大接近哦 所以这个 a大于1的图形哦 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a呢 这个底哦 万一不是在这个1 之间的话哦 那它大概长得像这样子哦 好它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哦 呃 这是x轴哦 这边是y轴哦 那这一条线呢 它也是y等于log哦 这个x哦 不过呢 这个a哦 这个底呢 它是介于 跟 那你可以把这个a呢 想象成是1分之1哦 好想象成是1分之1哦 所以log以1分之1为底哦 它做出来的图形呢 大概就是长得像这个样子哦 那 那 一样好 它也是通过呢 10哦 它也是通过10哦